来看项民很关心的中职消息 就是中信银行以4亿元赞助华裔娱乐公司 买下兄弟10年的冠名权 下午是正式签约 至于队名跟吉祥物 还要委托专业团队进行研究 美光灯闪个不停 兄弟向董事长洪锐和 和华裔娱乐公司董事长林逢春交换合约 象征兄弟卖出了经营29年的球队股份 谈到转卖兄弟向洪锐和还是难掩不舍 走了49年 真的是累了 那今天要下车了 也将方式交给中信集团 有别于卖家的不舍 或别五年重回职棒的中信 就展现出企图心 我们中文信多集团 这一次是用冠名赞助 也就是title sponsor 以及广告合作这样的方式来赞助 中信金控以4亿元赞助华裔娱乐公司的方式 买下兄弟向未来十年的冠名权和广告合作权利 但不会投资球团也不会插手经营业务 我们计划投入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的球员能接受更好的训练 有更优质比赛的环境 让兄弟向成为一支优秀经典典范的球队 除了希望能提供球员更好的挥洒舞台 接受的华裔娱乐公司表示 未来将会保留兄弟的经营团队 不过球队的队名及项目 甚至球衣颜色目前都还没决定 将会委托专业团队进行研究 务必要符合广大球迷的期待 有点TV 许森成 郑威仁 台北报导